美国政治报网站3月8日发表苏珊林奇和纳哈勒图西的文章 题为美国希望欧洲挺身对抗中国 但欧洲表示没那么快 美国正试图吸引和哄骗欧洲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 但欧洲却有其他优先事项 在美国总统乔拜登 10日在华盛顿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之前 美国官员一直承诺缓和与欧洲的贸易纠纷 美国官员要欧洲人放心 欧洲企业会从美国去年通过的《膨胀削减法案》中 获得一些税收抵免和补贴 但欧洲的反应充其量是模棱两可的 许多国家对是否退出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犹豫不决 尤其是与中国有着牢固贸易联系的德国 美欧之间的拉扯充分暴露了美国和欧洲国家 在如何应对中国志愿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 仍然存在分歧 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 在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前官员西瑟·康利说 由于断绝了与俄罗斯的关系 欧洲人已经体会到沉痛的经济创伤 他们难以想象同中国断绝关系后情况会怎样 但是随着美国对欧洲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 有迹象表明美国的鼓动可能取得进展 康利认为要让欧洲有更多作为 就需要重新构想一下美国的政策重点 康利现在担任由德国政府赞助 并在美国独立运营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会长 他说美国最近的立法重点强调美国的工业 没有考虑到盟友 美国根据通胀削减法案 设立了美国制造补贴项目 欧洲官员希望推进欧盟从美国补贴项目中受益的协议 双方正在商讨一项特殊豁免 使欧盟企业能同样获得美国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等自由贸易伙伴提供的激励优惠 然而由于任何修订都需要总统签署行政命令 而华盛顿无意重新开展通正削减法案的谈判 预计美欧本周不会达成最终协议 作为交换 欧盟正在宣扬建立关键矿物原料俱乐部的想法 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将一起对抗中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 美国官员否认拜登将美国对欧洲更友好的贸易政策 与期望欧洲对中国采取行动挂钩 从经济上孤立中国而言 欧洲所采取的任何动作可能仍远远达不到拜登政府的期望 主张在对华政策方面更强硬的美国国防部前鹰派官员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说 他们押注欧洲会真的挺身而出 为对抗中国做出重大贡献 然而 欧洲一些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公开表示 他们对脱钩以及万一发生冲突时 对中国实施制裁并不感兴趣 因此 如果拜登政府认为 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 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奏效了 那可就太脱离现实了